大鏟翻炒 老薑麻油鴨肉 薑母鴨少不了的肉頭戲 料理米酒在鍋中燉煮 香氣四溢 隨著冬季進補料理米酒需求增 加上迎來餐飲和婚宴的補半潮 台酒營運回溫 因為隨著氣溫的一個下降 那冬令大家進補 包括我們習慣的麻油雞 薑母鴨或者是羊肉乳 他都需要用到所謂的米酒 當我們的料理酒 所以在冬天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的料理酒的一個成長 是會非常的明顯 不過台酒的防疫酒精 從今年八月停產 隨著新變種病毒的疑慮升溫 近期銷量也為幅增加 平均一天銷量破千坪 台酒目前庫存量約五十萬坪 為了維持在八十萬到一百萬坪 台酒正式宣布啟動生產 上個禮拜去盤點 我們整個庫存量 他大概剩下五十萬坪左右 所以我們在這個禮拜 就調整產線 然後就再加生產部分的一個 防疫酒精 因為這個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隨時維持一定的安全庫存 那民眾有需要的時候 馬上可以拿出來 迎戰新變種病毒 防疫戒備再提升 台酒持續投入防疫物資行列 台酒也強調防疫酒精 副產不會排擠其他產品產線 儘管大宗物資價格攀升 台酒也掛保證 泡面米酒等民生產品 明年農曆年前 絕不會漲價 要和民眾一起過好年 三立新聞 楊超神李文柯 台北報導 ミニュー 詞